两种牌位都要立 一种是超度牌位 人家是说聪明人跟着师父睡 我从来不要去你们跟着师父睡 但是你至少跟着师父学 OK 所以你们看看师父在 我们的谈诚立的什么牌位 你跟着写呀 有些人说到底我这个牌位怎么写 你去看师父怎么写的 那你不是跟师父一样的写 对不对 你没有经济条件 你就先立三个月 有经济条件立六个月 再有经济条件立一年的 为什么 把自己的冤心债主 不要老是让他围着你赚 让他找一个地方 让他在那个地方安置 那你去更有劲头 更无烦恼的去赚钱 赚功德来还他们 这是一种方便的方法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法会中看到一个特殊现象 大家都不喜欢立红牌 这个红牌是十分重要的 它是你自己的俘虏受邪 无福不够的时候 向诸佛菩萨借 懂不懂啊 这是贷款行为 你要跟他贷款 你自己的福报你有多少 你是个凡夫俗子 你有多少福报 所以你赶紧跟他贷款 赶紧跟他借 这个东西叫有求必应 所求悉令满愿 那为什么呢 他知道你要成佛了 你成佛你还还不起他债啊 你成佛了无量虚空宝藏都是你的 你有的是财富 他不怕 他这个银行家他是佛 他懂的 你成佛了都可以还他了 所以他敢敢借给你 这个就是你不足的地方 他可以借给你 这个一定要起伏红牌 他不是说 我没啥求的 没啥求的更要求 为众生求 那就是众生才能够成佛 所以去看看老师在那立的 什么样的牌 赶紧立 这个是大福保 太好用了